- 喂,弟弟- 什麼事? - 你只是泵球而已,不用泵那麼鬼鼠吧? - 什麼鬼鼠?光明正大地泵 - 你想打球嗎? - 是呀! - 是什麼令你突然有動力去打球的? - 當然是做運動身體健康,就奇吧! - Twins真的走得很前,打籃球打到友誼,球都玩完了 - 你說是籃球SIR和女學生那件事嗎? - 她又矮,又沒有身材,又養衰,這樣都可以吃到女兒 - 但是你看的太表面而已,或者她有其他方面的優勝,你不知道而已 - 什麼?那方面的能力嗎? - 不是,一個人說話有自信,有幽默感,已經有很大吸引力了 - 說直接一點就只有口罷了 - 唉,以前小時候就說什麼,大個主要做機師吃空姐,做醫生吃護士 - 唉,看來還是不夠做老師吃學生那麼好 - 是呀,那就被人解僱了 - 什麼師生戀真的不對嗎? - 其實你剛才那些例子,全部都有一個共通點 - 可不可以在權力不對等上面建立情感關係呢? - 可以,但是是否合適呢? - 不合適嘛 - 更何況其中一方還未成年 - 感覺的東西,又真的跟撞鬼一樣的 - 你想遇到的時候又未必遇到 - 到你遇到的時候,你想擋都擋不住的 - 唉,你看著撞鬼就對了 - 你有沒有聽過,帶著自己喜歡的人去玩鬼屋 - 表白的成功率是高一點的? - 我怎麼只聽過,我直接試過,還成功了 - 是呀,那知道為什麼嗎? - 因為他分不清自己的感覺是害怕還是愛 - 所以表白成功的機率就大增了 - 對呀,心理學叫做掉橋效應 - 是指人因為恐懼而產生的一些生理反應 - 例如心跳加速、呼吸困難等等這些 - 會很容易跟戀愛的感覺混淆 - 所以你現在是不是想串我用難招來追求女人? - 是呀,不是,其實我只是想引伸出 - 私生戀其實也很可能只是感覺上的混淆而已 - 例如學生自己就會因為養慕對方 - 又或者被照顧、被教育等等這些安全感而產生錯覺 - 而老師方面很可能只是覺得自己被需要 - 又或者被養慕那種感覺 - 會很容易誤會成為愛的表現 - 一切都是錯覺地說了,嘩,說得那麼唯美 - 那是因為我還沒說完 - 更深刻的是有些老師甚至乎會利用自身的權力 - 去做一些違反職業道德的事 - 而學生往往都沒有足夠的成熟度去處理的事情 - 或者分析那件事的對錯 - 那些女學生適有教授來緩取學分那些又怎麼算呢? - 將來你的小朋友說肚痛,要在花園裡拖屎 - 那你會怎樣做呢? - 嗯,看看附近有沒有人先 - 沒有人啊,不過到時到處都是CAM - 那我就叫他忍住去到廁所的時候才休息 - 對了,那說回女學生適有教授那裡 - 你是教授的話你會怎樣做呢? - 教授,小女子求求你給他A加我 - 我願意為你做任何事的 - 真是任何事都可以? - 任何事都可以 - 那請你... - 好好讀書吧 - 對了,你可以說是NO的 - 而且更大職權的人更加有更大責任去把關事件的對錯 - 所以就算是學生做主動也好 - 只要教授接受的話 - 最錯的那個,最大責任的那個都是教授 - 是的,如果反過來是老師要求學生的話 - 其實這麼小時候一定懂得說是NO的 - 更準確地說是他們不敢說NO - 為甚麼懂但又不敢呢? - 有很多不同的原因 - 最主要就是怕拒絕之後會有甚麼不良的後果 - 其次就是覺得對方值得信任 - 甚至乎覺得自己有被需要的感覺 - 所以對方提出甚麼要求都接受都願意配合 - 都是的,別說師生之間 - 很多人在程度農事真的甚麼都做得出 - 但一旦分手攤牌的時候 - 遺留下來的首尾隨時會影響一輩子 - 不過他們的家長又或者身邊的朋友 - 都可以在未出現這些問題之前幫到他們 - 教他們怎樣拒絕? - 這麼多種情境怎麼說得了? - 與其教他們怎樣拒絕,倒不如做家長的 - 給多些信心和鼓勵他們 - 讓他們做事的時候有多些主導權 - 讓他們建立到自信心和感受到自己的重要性 - 到時無論是兒子還是女兒 - 長過了都可以成為一個敢於拒絕無理行為的可靠伴侶 - 那又是呀,好像上次在地鐵被人屈非那位學生哥 - 就真聰明了 - 這個年代,無論是男還是女都懂得保護自己 - 還有不要那麼感情用事 - 喂,說了那麼久,那你有沒有看呢? - 我只知道那裡有很多人裝Telegram - 我不斷給那些新裝Telegram的人的信息 - 不斷洗過板 - 兜那麼大個圈,即是密認啦 - 所以說一開始就拒絕被人拍照、拍片是多麼重要呢? - 蛤? -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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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?